杀不住了,杀不住了,又杀不住了 不过这一次杀不住的不是特斯拉 而是比亚迪的销量 11月份比亚迪的销量再次刷新了自己创造的一个记录 230427辆 同比去年实现了134.3%的一个增长 并且出口的一个数量也是快速的增加 在11月份一共出口了12318辆 而在这些数据当中 EV车型和DM车型分别都是卖了11万多辆 相对来说DM车型稍微的多了3000多辆 11万6000多辆 而EV车型11万3000多辆 总体来说旗鼓相当,各占一半 值得提到的是 在这23万辆当中 其中有3451辆是腾式品牌下面的腾式第九 这是腾式品牌第一次纳路比亚迪的总销量当中 要知道腾式第九是一款30多万起售的NPV车型 而根据腾式品牌的销售总经理赵长江先生透露 在下个月的时候腾式将交付超过7000辆 这样的一个销量增长的一个速度不可谓不快 毕竟这是一辆均价在30万以上的国厂NPV车型 接着目前比亚迪还没有透露旗下王朝系列和海洋系列的各车型的具体销售数据 但是有一个数据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 就是比亚迪的汉车型 在这一次比亚迪汉再次的突破了3万辆的月销量 并且它已经是连续三个月突破3万辆的月销量了 11月比亚迪汉一共销售了31786辆 要知道比亚迪汉可是一辆均价在20万以上的国厂中高端车型 并且根据比亚迪的说法 比亚迪汉是最快达成40万销量的华系高端车型 想一想在以前比亚迪的车要卖20万以上已经是天方夜谈了 但是现在不仅仅卖到了20万30万以上 并且它的销量还非常的可观 你像比亚迪汉从以前的月销量突破1万辆 到后面的突破2万辆 到现在的连续三个月突破了3万辆 这可以说比亚迪汉已经彻彻底底的成功了 那么说到这里 实际上我突然想到或者说突然理解了 为什么特斯拉Model 3和小红P7的销量不怎么好 这两款车型跟比亚迪汉的车型的价格十分接近 而他们的定位也是比较接近的 在这个消费者的心目当中 如果要买一辆20万到30万之间的新能源轿车 那么这三款车型是经常拿在一起来比较的 和这个比亚迪汉节节攀升的销量所不同 Model 3和小红P7的销量都已经是下降的非常厉害了 尤其是这个小红的P7 小红P7曾经月销量也是可以在1万辆左右的 但是你看现在的话 小红三款车型合计到一起 已经连续两个月只有5000多辆的一个销量 那么原来小鹏为什么能够在造车新势力里面有一席之地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小红P7填补了这个国厂新能源轿车的这个空白 那个时候只有小红P7能够和Model 3来竞争 所以你如果不买Model 3的话 很有可能会去买小红P7 但是随着这个比亚迪汉的加入 然后呢他的口碑越来越好 所以呢比亚迪汉他的销量越来越高 而在选择这个20到30万之间的国厂新能源轿车的时候 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把票投给了比亚迪汉 如果明天比亚迪会公布其他车型的一个销量 那么明天我们再来聊一下其他车型都取得了一个怎样的成绩 是不是比亚迪宋再次的占领了SUV的榜首呢 又或者是比亚迪秦占据了紧凑型轿车的榜首呢 7月份能不能超过五零红光mini EV和日常轩逸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来关注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订阅